在台北市新一区创办了贵妇百货的这位广达副董梁刺镇 他的妻子梁秀卿惊 惊爆罹患了突发性的血癌 在25号病逝 那么百货公司的公关表示 他是因为突然身体不适送医 经过一夜急救无效 竭离四十几年的丈夫梁刺镇感到非常不能接受 而员工也非常震惊 谢谢 谢谢 三年前台北市新一区一座贵妇百货风光开幕 当时媒体急报会场看得出高人气 而创办人就是他一头蓬松卷法 将其换来始终笑眯眯的梁秀卿 但25号却爆出梁秀卿因为突发性血癌过失 事情来得很突然 那在昨天进行了紧急的治疗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挽回 因为我们目前也是很错落地得到这个讯息 当然难免悲伤啦 但是就是还是很坚强 梁秀卿不然传来死讯 身为广达集团副董的夫婿梁刺镇更是无法接受 回过以往每当百货公司有公开活动 梁秀卿不只亲自现身 还带着三位千金一同站台 每次亮相身上的行头总是动辄数十万 如今走得突然百货公司员工难以止息 在台北市区砸下九十亿台币创办货百货 梁秀卿一手打奏新一去新地标 也从梁刺镇身边一位小秘书 要身成为百货女强人 写下业界传奇 如今骚然辞世 但是那个外界无限不舍 追选和此说这是我们台北才不够的